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培训了全台两万两千多位的专业人员 那也办理了这个网络介营的营队 那这个呢是结合了这个亲子沟通的技巧的训练 来协助了70多个家庭青少年来改善网络成应 还有亲子关系 那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亚洲大学呢 也首创啊 有心理系具有临床心理师证的师资群呢 要来进驻亚洲大学附属医院 成立临床心理中心啊 那这个临床心理中心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继续来访问我们的副校长 副作听说你现在有新的身份 是 什么身份呢 公布答案 我是那个亚洲大学附设医院的临床心理师 那是开设门诊的临床心理师 好那到底呢 我们成立这个临床心理中心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这边有好几个那个目的 那第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算是第一个 是在医院里面成立临床心理中心 那么由我们具有教师 教师身份 并且又有临床心理师证照的 这样子的教师 然后到医院里面来服务 那开设门诊 或者跟院里面专任的临床心理社合作 来提供院内的一些服务 那所以第一个是我们 我们的服务呢 直接是可以提升很多民众的需要 那尤其是一个医院呢 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 就说我们希望在很多的疾病 生理的疾病能够照顾 但是我们现在也希望就是 很多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 也能够也能够来服务病人 其实很多时候人生病的时候 我们不是病本身 病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很多方面 生活的功能 其中其实也就很多是 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的很多情绪 或者我们的家人互动的关系 这些都是心理层面的 所以一个疾病的适应里面 势必也会有很多这个心理层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的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样子我们提供了在 复社医院里面 我们更高品质的服务 是一个全能的服务 增加了一个更多的心理社会 这方面的一个服务 所以让身心灵的照顾都更周全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服务呢 第二个我们希望达到的就是 因为我们这些老师呢 走出课堂走出教室 我们走到实务 我们走到临床上面来服务 所以呢 我们的教学呢 也就更学用合一了 所以我们的教学呢 提供给心理系 我们的学生的教学 就会更多的跟实务结合在一起 而且我们也把学生带到医院 所以在医院里面 学生有透过服务学习的机会 或者见实习的机会 那学生就有更多的 这个马上在课堂上所学的 很多的理论技巧 那他们就在医院里面 可能有得到一个观察 或者有一部分 他们透过实作的参与 来进行加入服务的团队 一起来帮忙病人 所以他们有更多的 得到这方面的一个 这个能够有这样子的 更好的学习机会 那在接下来就说 因为我们有更多了解到 很实务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大学的老师 很重要就是研究创新 所以我们针对 就是说很实务上面的 就说大家所碰到的一些 很多病人所需要的问题呢 那现在很接地气的 我们去接地气的了解 现在大家在临床上面 病人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针对这些需求 就更可以去开发 一些符合需求 这方面的一个创新服务 所以他会更带动创新 那他也同时把我们回馈 很多的创新研究创新 又回馈过来 又变成更好的品质 来这个服务病人 所以这个是带动一个 很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从这个研究带动创新 提高服务品质 那我们提高服务品质的过程 也不断地让学生去参与 在这里服务学习 实作学习也提升了 学用合一的教学品质 是谢谢副校长的这个说明 那我们知道说成立这个 临床心理中心呢 开设了这个心理门诊呢 它是有一些特色的业务 对不对 是 目前呢 就是说我们在亚大 副医临床心理中心 我们首先的这成绩的是 第一个特色是成绩 就是我们原本在 我们的这个网瘾防治中心 已经开发的很多的 实证具有基础 是有效的方案 那我们就现在就变成 一个服务 可以直接服务病 这个病人 这里面就说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对青少年的 网络成瘾的问题 那因为青少年 网络成瘾的问题呢 我们常看到 其实很多 现在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呢 很多学生是因为 他因为在现实当中 很多他得不到 这个他的成就感 那他到网络里面 游戏里面去找到成就感了 所以他就停留在那里 或者他在现实生活 他碰到一些压力 比如说被霸凌的压力 或者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 跟别人互动 在社交上面的一个挫败 那他就透过网络 那就可以匿名 那我就躲在社群里面 那我在那里 得到替代性的满足 所以因为这样子 这些问题 其实回归回来 其实是回到回来的是 到底孩子他可能 为什么他会要从网络 这边去得到很多的 他在网络里面 去得到一些补偿 得到一些满足 得到暂时性的输压 他逃避现实中的压力 所以他就躲在这个网络里面 出不来了 那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需要去了解 他现实中碰到的问题 那在这个过程呢 其实也就说 怎么样去能够从 给他一种新的经验 那去让他重新去感受到 我除了在网络 我在非网络的现实中 我也能够去处理 我碰到的压力 我也能够去处理 我碰到的人际问题 我也能够去处理 我得不到的成就感 我现在所面对的挫败感 那这个部分呢 是需要去了解 而且去引领 一个孩子 怎么样去学会 这些压力的因应 那去学会他怎么样去 处理这些挫败的 是的 谢谢副校长的这个说明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继续来访问到副校长 很多朋友呢 头上呢 就会冒着很多的问号 问号问号 那到底精神科医师 临床心理师 还有资商心理师 他们又各自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呢 他们的一番顺仿 无论